阿里巴巴最近深陷淘宝假货风波 昨天马云再次到香港 他重申淘宝是没有假货 只有网货 对于美国多间律师事务所对阿里提出了集体诉讼 马云回应 灾难来了就要面对 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应团结香港基金会的邀请 在香港举行讲座 期间被问到近日引起诸多争议的淘宝网的假货问题 包括面对集体诉讼案 马云表示会积极面对 马云坚持淘宝并没有太多的假货 只有网货 对于有报道指 淘宝上可买到香港苏文大学的假学历 马云回应会处理 出现任何情况都不会意外 关键是出现情况以后你是怎么去改正的 另外 马云来港前夕 在香港设立了10亿青年企业家基金 被问到该基金是否为协助香港政府缓和青年人的怨气 马云称 并没有和香港政府进行磋商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